梅花寺已废弃了 曾经香火鼎盛 如今门可罗雀 梅花寺旁有座山 山腰偏下有个洞 过山洞可见悬崖 悬崖有流龙 直通山底下 这是夹在两山中间的隐秘所 一守南宫 无人所居 很难发现 路易抱着惊吓上山 某人怀有身孕 走了几步就累了 惊吓脸皮略薄 但腹中胎儿金贵 只能又羞又拐 窝在路易怀中 谢霄看他二人 很是热心 路易 要是抱不动 我可以帮忙 路易一个眼神过去 有他谢霄什么事 小和尚在牵引路 他灵活的猴子 顺势摘了树上的果 给于翠 给惊吓 给林惊孝 至于其余二人 他像是没看见一样 谢霄还伸出手 真尴尬 至于路易 那是有夫人投胃的人 小和尚看路易照顾惊吓 又看于翠很弱的样子 他单手挂在树上 姐姐 我背你 于翠看他飞檐走壁的 他害怕 不避了 和尚没纠缠 只是偶尔伸手扶一把 惊吓看着 忽然微妙 可别 他不太想自己家的白菜 被猪拱了 流龙已答 一次二人 林惊孝 下去探路 和尚把林惊孝当师父 闹着要与林惊孝一起 林惊孝确认安全 又将流龙升上去 路易看惊吓 真是为难他了 明明有孕在身 还要陪他舟车劳顿 怕不怕 有大人在 我不怕的 小金子也不怕 路易牵着他的手 不必紧张 看着我就好 牵绳一松 流龙划过 夜风微醺 月色很美 风吹起二人的衣昧 朴素的灰山和神秘的帽貌 与烟制色净缠绵 惊吓定定看着路易 透过黑纱能看到他的眼 他何止不怕 他甚至还想再来一次 是好玩的 落地 一扫四周 月色迷离 山谷起雾 依稀能够看见山明水秀 最后下去的是 谢霄和鱼翠 鱼翠也是爬过山 踩过药的 可是 从这儿看下去 浓雾弥漫 似乎深不见底 吓人 谢霄 见惯大场面 他将身旁瑟瑟发抖的小姑娘拽过来 这个好玩 眼睛一睁一闭就下去了 于翠尚未反应 便是往下坠 他下意识抓住眼前人 啊 流龙落定 谢霄举着手 衣服清白的模样 好了好了 翠翠姑娘 我们到了 于翠小心翼翠眼 发现自己抱着谢霄 慌张松手 跳下流龙 腿一软 差点没站稳 幸亏一旁的和尚眼疾手快服了吧 忽然伸手捏了捏她的脸 姐姐脸色又红又白的 善于察言观色的女补快 对无关自己的情愫总能看得清 她好像又看穿了什么 于翠努力站稳 有点吓人 不吓人的 多几次就好 下次带姐姐一起玩 不了不了 月色温柔的山谷 是小竹屋 是欢喜鹊 是山剑溪流 是灵水小亭 是一林眉树 是慈禧彼伏的声音 林金笑 这儿没蜡烛 于翠 我带了 小和尚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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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翠 我带了糕点 你吃谢就好 夜里不可多食 谢霄 我去 疼疼疼 加到手了 于翠 我带了药 谢大哥 你等会 佛家人的小竹屋 处处可见佛光 镌刻在柱上的经文 放在岸上的佛像 就连茶杯都是佛家符号 宁静 祥和 这处许久无人 陆毅简单收拾着 今夏坐一旁看着 他是越看越新鲜 看那高高在上的陆指挥使忙活 似乎十分舒适 若是平日 怕是他跑前跑后 陆毅就坐着喝茶 风水流轮转 真的就母平子贵 今夏趴在木桌上 呀一转一转的 大人 我看你这般 真的好不习惯 金贵的关家公子 如今成了粗衣白丁 看得他心奇 又看得他心疼 陆毅不在意 人生起落 他没有那么金贵 我落魄至此 连累夫人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又不能休了你 惊吓忽然掖住 他已经休了陆毅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人如今可不是我夫君了 这是他不认 什么叫不是你夫君 你随我逃难 与我同处一室 陆毅到他跟前 俯身而下 黑纱自缝揭开 吻上他的唇角 这是旁人能做的吗 惊吓啄了啄他的唇 大人 就算你不认 我还是修了你 白纸黑字 千字画鸭 众目睽睽 陆毅能怎么样 他去一趟草原 回来就没了气 孩子都是我的 陆夫人别折腾了 如今折腾不起来 惊吓抱了抱负 他都这样了 动一动都懒 否则 哪能这么简单就放过陆延渊 旁人总说 他攀上陆毅这高枝 如今高枝陨落 他该审时夺势 另寻栖息 可他不想 他就乐意吊死在这高枝上 最大步了就是一起落入地下 做个连理之意是可以的 陆毅副手而立 俯身看金下 金下盈盈一笑 仰头看陆毅 静密安然 金下郑重其事开口 有件事要跟大人说 何事 屋里有蟑螂 方才从床榻爬过 金下盯着陆毅身后 他差点就把长靴脱了 陆毅 金下笑看陆毅 大人 悲职一心想帮大人解忧 安前马后 奈何 腹中怀了大人的骨肉 十分金贵 大人这次自己动手 陆毅倒是认认真真毁他 你要不要出去吹个风 我打完蟑螂去请你 大人很上道的 金下抱着腹起身 那辛苦大人了 陆毅眼神一变 杀气凛然 忽然抄起桌上的茶杯 扔出去 惊吓眼睁睁看着 不过是瞬间 舅舅就把蟑螂给罩住了 出去吹风 他是连门都没出 他又懒懒坐回来 没想到大人打蟑螂的本事 这么厉害 那时果然是刻意为难 悲直的 陆毅想起了南下扬州 蹲在他门口不走的小捕快 唧唧喳喳说个不停 将他的衣食住行都关心便 他房里哪有蟑螂 只是嫌他过躁 很过躁 脸皮厚 不消停 偏偏还舔着脸笑得很欢 陆指挥使不动声色 像是把网失望了 许是蟑螂藏得好 原补并快未发现 惊吓不一 敲着桌子 眼波流转 我尽心尽力帮大人打蟑螂 大人反倒去师父那告我状 害得师父要我写检讨 大人果真是不懂怜香惜玉 陆毅隐隐头疼 这是要翻旧账 陆夫人 你该庆幸 对亏是你 我上有些怜香惜玉 否则就不是告状这么简单了 那时你已调至我门下 便是我的人 无论是施刑罚还是扣俸禄 都是我说了算 你是不知我如何调教下属的 若非我性情好 又念杨前辈的面子 你以为只是写检讨那么简单 陆毅话说的半真半假 欲不拙 不成气 分明就是小捕快试了分寸 否则偷听墙角 以下犯上 不知悔改 若是他来罚 肯定更重 今下 陆阎旺是如何面不改色地说出 性情好这三字的 他就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还是不容许反驳的那种 门外轻敲 姐姐 姐夫 陆毅前去开门 于翠抱着被褥 山中寒 我们人又多 我琢磨这辈子 定是不够用 于是带了几床来 多谢 陆毅接过被褥 今下看着于翠直点头 翠翠真的是贤良输得 怪不得提亲地 把他娘家门槛都踏破了 也不知将来便宜了谁家 会医术 性情好 生得还不错 于翠惯了今下说这话 一肘温吞又细细煮着他 姐姐 你的药再熬了 一会给你送来 你可先别睡啊 陆毅眉心一拧 他为何要喝药 于翠正准备回话 忽然迟疑 眼神微飘 陆毅一回头 就瞧见今下潮于翠近声示意 今下看陆毅回头 若无其事吹着口哨 于翠哪里顶得住那紧一位头子的威压 标准的一家口吻 姐姐迷惊大悲 情绪跌宕 气血上行 动了胎气 陆毅脸色紧绷 罪魁祸首定是固沉 惊吓轻咳一声 翠翠 你先去吧 大人可真是 浑身阴沉 没瞧见把他家姑娘吓得瑟瑟发抖 于翠赶紧跑 那我先去忙 翠翠 要我来熬 我瞧着 你许是挺忙的 好 于翠未推托 毕竟他很挺忙 三个大男人家傻子家孕妇 就他一个姑娘家心系 带了许多东西 药物到用品 一应俱全 送走于翠 陆毅看向惊吓 唯貌半开 落至身后 露了一边脸 眼神幽深不见底 怎么不与我说 惊吓咬唇 是太多了 他来不及说 我忘了 那方才为何不让翠翠说 我不想大人心疼 我已调养三日 如今 好着呢 小金子多欢疼 没必要让大人担心了 惊吓声音轻轻的 娇娇的 眼睛眨啊眨 企图想蒙混过关 若是好了 翠翠就不会让你喝药了 他是有气 气他 一气他 奈何 他真母凭子贵 他骂不得 说不得 惊吓撇撇嘴 大人生气了 可是他看到陆毅 一欢喜就忘了很多事 是太多了 全都是家国大事 我这点破事都不配说 陆毅握住他在桌上滑了的手 所有事关于你都是大事 比每日飞到锦衣歌房的天下事都重要 我都要知道 明白吗 知道了 惊吓答应着 眼珠一转 又开始一本正经 胡搅蛮缠 大人 您如今不是知道了吗 悲职不是不说 是挑了合适的时机才说 您想啊 您这是九死一生回来 气都未喘顺 阿福那是生死边缘 我兜头盖脸给您说一句 大人 我动了胎气 您的宝贝孩子遭了险 这似乎不合适吧 陆毅耿住 无言以对 最终 他叹着摇头 我一直在想 要不要给陆夫人开份心想 这样陆夫人就会听话些了 惊吓眼前一亮 又觉得 大人的不就是他的 赚自己家的银子没什么动力 不听话挺好的 他以前总说 都听大人的 他如今觉得听自己的比较舒服 陆毅捏了捏他的脸 他可真是恼人 他求饶 疼了 陆毅俯着那捏红的脸颊 你看 嫁给我 诸多不好 一等他便是三年 差点搭上一声 如今 嫁了他 还是这么多波折 惊吓在陆毅手中蹭了蹭 眉眼弯弯 谁说的 是大人 便抵过世间所有不好 世上始终是大人最好 最最好了 陆毅终是笑了 他什么都担得起 可他依旧控制不住的怜惜 明明就不是娇花 明知道 他家夫人 有事才是夫人 没事那就是爷 你先歇着 我去给你煎药 惊吓看陆毅要走 又是抓住陆毅 我与大人一起 他生性洒脱 为何会被陆毅灌得那么黏人 这真的很不严闷 许是草原太凶险 他总觉得 大人一会就要消失了 陆毅掰开惊吓的手 将他抱起 放到床榻 动了胎气 就该卧床 惊吓任由陆毅给他拖鞋 给他盖背 呜 床真的好舒服 他也一搭了 觉得腰酸腿软 躺着我会睡着的 陆毅看他沾床就眯眼 俯身将他半压于他 珍重地亲了亲他的鹅 若是累了 咪会远 我再喊你起来 实在不行 我为你便是了 哦 惊吓侧侧着身子 很快打起盹来 对陆毅的话并未过脑 有孕了果然容易累 药香鸟鸟 陆毅手中魁扇青衫 围帽掀开半侧之身后 月色落于他的脸 半明半暗 一面向阳 一面夜藏 谢霄推门出来 舒展着腰身 远远看见陆毅在煎药 他擦了擦眼再看 行吧 是陆毅在煎药 陆指挥使居然在煎药 那锦衣位投资煎药 原是这般 你受伤了 谢霄打着哈欠 不以为意 惊吓的 谢霄这就坐不住了 转身要去找人 惊吓受伤了 伤哪儿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陆毅手一伸 抓住谢霄的后领 他已卸下 要静养 你别去打扰他 谢霄往前不能 挥开陆毅的手 战场沙发果断 军功雷雷的谢将军 挺直腰杆 你怎么照顾他的 陆毅不反驳 也不应承 估摸时辰 要倒入晚 端起离开 谢霄跟着陆毅身后 依旧说个不停 哎 惊吓到底哪里伤着了 你倒是说句话 陆毅推开房门 进了屋 不虚不急 不言不语 谢霄冒事往里闯 陆毅转身拦住 语气寡淡 他动了胎气 已经卸下 你明日再关心他吧 言罢 门一关 就将谢霄关在门外 谢霄分外不满 陆毅你大爷的 他要是卸下了 你的要给谁 门里无回应 谢霄咬牙切齿 他早晚有一日 要把陆毅削了 于翠正好去哄那生闷气的和尚 看到谢霄满身寂寞走掉了 心思聪慧的人看得很明明白白 他很想问谢霄 这般爱着 不求回报 会不会很寂寞 这年头 深情难求 姐姐发什么呆 和尚歪头看于翠 于翠笑笑 看 当傻子多好 曾经罪恶滔天 如今无人则怪 不准偷吃蜜饯 偷吃只能吃一点点 你惊吓姐姐要喝药 那是给他备的 好 和尚满心应成 于翠摸了摸和尚的头 像是在奖励孩子 该去歇照了 陆毅回到屋里 陆夫人果然睡着了 惊吓 他轻唤他 不应 陆毅倒是不吵他 目挽目韶 止骨分明 搅动着冒热气的安胎药 直到那要问问 敏一口便是事宜 惊吓 夏儿 陆毅俯着惊吓的脸 奈何那人压根不行 镜子扒拉开他的手 陆毅 捏他的脸 毫无反应 捏住鼻子 他就张嘴 陆毅俯了俯额 他睡得真沉 他动作轻巧 将侧躺的人翻过来 叫不行 那只能为了 惊吓平躺不舒服 腹中尽是重量 他哼一声 又懒得动弹 忍忍继续睡 陆毅喝了口药 俯身 轻易撬开那无意识的唇 惊吓皱了皱眉 睫毛颤了颤 苦 好苦 不自觉吞咽 舌尖抗拒着 想要将蜂拥而来的苦涩推出去 不经意缠在一起 他只是睡着 不是昏沉 陆毅还撬开了他的唇 灌入尽是苦涩而温热的药 惊吓就醒了 本能想要挣扎 手腕被扣在头顶 粗力的指腹摩缩着手腕 他睁开眼 映入眼帘 便是陆毅的眉眼 黑纱半遮脸 显得更为神秘 他张纯 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药香缠绵 呜 明明药都吞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